身為台東子弟的當代藝術家高俊宏 因為一則民眾在南田海邊捲到海洛英磚的報導 激發出創作靈感 他便以一帆風順為題探究走私途徑 以及過去500年來的變化 6號下午舉行各展開幕儀式 藉由展出同時 也向那些被社會遺忘的弱勢者來治癒 一包在走私過程中 吊在南田海邊的海洛英磚 被當地民眾撿到 這則新聞一報導出來 便引發了當代藝術家高俊宏的創作靈感 以包裝袋上印有一帆風順這四個字 當作展覽主題 透過影片以及藝術創作 展現出近水影古道以及海上運毒路線 探究過去500年的歲月 他背後黑暗的故事 而以毒品為主題的展覽 能夠收到台東縣府肯定進行展出 藝術家也表示相當意外 其實我滿意外 就是台東演出版是很寬容的 是寬容的接受的這個題目 那我覺得也受到了很大的尊重 那我就想說 從這個角度來進行一個創作 其實是間接在講一個台東跟外面的一個連結 當然這個連結當然是一個比較黑暗的部分 可是我也希望說 在展覽裡面我們也會訪談 透過那個台東衛生局 這個建築中心 就訪談這個台東的匿名 他匿名的這個 毒癮界之者他的心目力成功 也希望說這個展覽有教育的功能 有已經安排了一位上午村的 雖然宇慧的副縣長與其他來賓一樣 因為毒品為題的展覽感到驚訝 但也表示這正好展現出台東的多元文化與包容 不該對藝術加以設限 我之前看的內容我有點驚訝 因為覺得說 跟我以前的一般人藝術不大一樣 但是我覺得 其實藝術在現在已經有各種不同的模式在展現 台東是一個非常具有包容性的 我們有在地的一些藝術家所做的一些裝置藝術 也有大到像漁門武器在刀田裡面的咬線 那我覺得這都是台東的一種包容 那藝術他本來就是突破各種魅力界來展出 高俊宏的各展先透過深度的田野調查 將兒時記憶與家族經驗抽絲剝繭 接著透過影片裝置藝術 檢視歷史中見不到光的部分 掀開了隱藏於表面被遺忘的片段 也藉此將他的藝術作品賦予教育意涵 進展其輪 探中視報導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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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